而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所办理的原住民族语夏丽营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围棋三天的课程全都是使用视讯远距教学 小朋友在家里头透过镜头和老师一起互动 包括练唱歌谣、手工智慧制这个绘本 那么内容是相当的丰富有趣 而市长威嘉贤也在12日下午 特别是透过了视讯和小朋友们一起上课 老师拿着图卡带领小朋友认识各种野菜的族语名称 这次花莲市公所从12号开始 在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所办理的原住民族语夏丽营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为期三天的课程 全都使用视讯远距教学 我刚刚上里头的我介绍了里头的植物还有种子 然后接下来第二堂课让他们实际到外边看植株长的什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会有连贯性 当然一下子上个20种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概念让他们有 然后看植株我觉得这样很好 本来是要来这里上课的 然后到野外室外室内的导览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是这是蛮可惜的 不过这几个月几乎都是这样很多的课程 12号下午华联市长魏佳贤也特别到场 跟小朋友们透过镜头动手DIY 利用槟榔叶壳制作成可以盛放菜肴的器皿 也让直播课程增添了不少乐趣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也不想要让这样子的课程来中断 所以改成线上的课程 三天线上的课程 那在今天第一天的课程里面 其中一堂就是做槟榔叶壳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蛮有趣的 原来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东西 其实在过去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物品 但是老祖宗是用环保的一个概念 槟榔叶壳来做成各种的器皿 那方便我们族人们来做餐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污染都没有 那我们也希望说很多的朋友都能够思考一下 过去祖先所提供给我们一些想法跟智慧 那我们办事工所会持续的办理 类似的课程 也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们或大朋友小朋友 来参与 市长维嘉贤也指出 将祖宇荣入生活是学习的捷径 也因此施工所办理下例营活动 就是希望让小朋友在生活体验中 认识自己的文化 传承祖先所留下来的智慧 长大后承接起部落的重则大任 记者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 老师 嗨